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数儿篇第十一章 只曰 父儿可求也 虽执边之事 无意为之 如不可求 从无所好 只曰 父可求也 虽执边之事 无意为之 执边这二字 就是这两个字 按论理后路说 执边有二意 见考证 周里秋冠 条郎四 夏四八人 旗子云 长直边以七壁 王出路 则八人夹道 公六人 侯伯四人 子男二人 这是古后的关节 风王出门 出门有八个人夹道 开路 就像现在警车一样 有关联出来 警车开道 那么公节六个人 这是侯 还有伯是四个人 子跟男是二人 王侯出门 有人直边前七感人 就是开道 路边有闲闸人等 就赶走 这种事无见过 关联出来要开疑门 门口有排牙 一出门放三身炮 打罗也依官阶大小 而有吉祥不同 这是古时候 关联出门 他的仪式 门口有排牙 牙翼排着 排班 一出门 那么就放三身炮了 那么经过的地方要打罗 依这个关阶大小 打吉祥也不同 起头的两人直边 那么最前面两个人就手里拿着边 警告民众闪开 还有清道的恢复旗 就是清除道路的一些障碍 这是古时候 那么现在就没有这个了 现在用那个警车 警车开道 或者这个摩托车 警察骑着摩托车 关联出来 他在前面先开道 调郎氏管这种事 那调郎氏 这是古代这个一个 管制这个事物的官员 另一个意义 这个直边的一个意义 直边有另外一个意义是 地观失事 路者须直边度守门 有官力直边守衙门外的门缸 守门的人把边挂在壁上 有警示的作用 表示他是守门的官 边平时挂在墙上 有人来才直边询问 直边之事 此事可以说是条郎氏 下氏 八人之事 也是官名 这个调郎氏 管这个事情 那么王要出来 八人夹道 这个直边之事 可以说是 调郎氏下面 八个人当中的 一个 也是官名 叫直边之事 这个是第二个意义 就是守门的 就是我们现在啊 现在是警卫啦 以前拿这个边 现在都带枪啦 守门的警卫 以上这两个意义 直边这两个意义 同志志于道 道是天结 天然的结位 官是人结 富贵不可求而得 人结不是人所能为 归之于天命 应当先修天结 人结随从而来 若不得人结 人不知而不应 只要能行道 虽然是小职务也干 例如孔子当过伟立 那么这一段啊 就是讲啊 孔子啊 他是志于道 他的志啊 他的志向在道 道呢 是天结 天然的结位 那我们人啊 做官是人结 那么有做官 这个是属于人间的富贵 富贵不可求而得 这个人结啊 都归于天命 我们一般讲啊 有命运的啦 那命中有没有 那不管有没有人结 应当先修天结 那么天结修了之后 人结就随从而来了 如果修天结 就是修道啦 修道啊 若没有得到人结 没有得到官位 人家不认识你 那么也不怨天由人不埋怨 人不知而不应 这个伦理啊 第一篇啊 那么就 第一章就是讲这个了 所以我们学习啊 有了学问 没有人认识 人家不重用 也不埋怨 只要能行道 虽然是小植物也干 纵然是直边之势的 难道这个植物啊 很小 只要这个道啊 能行得出去 那小植物也没关系的 不一定要做很大的官 看别解 参不参考也没干系 就是注解 别解是一个注解 但是看了也会有些力量 在别解一 有引用孟子讲的话 孟子言可以作为例证 可以作为有利的证明啊 孟子说 非其道一旦时不可受于人 即使是一旦时这么少 一旦时很少 不是自己辛苦得来的 也不可取得 如以道 则顺受谣之天下 不以为态 若是取之有道 那顺接受谣的天下 也不为过 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无功受禄 必遭天阳 所以我们平常讲 无功不受禄 人而无耻 不可以为人 所以这个 我们必定要知道 这个无功不受禄 无讲论理 你们学习 有人受欠 有人不受欠 讲者自讲 听者自听 这是道义之交 不是强制 各守其分 却在自己 这个学习老人 讲这个论理 这个 有人接受这个劝导 有人不接受劝导 那讲的人自己讲 听者自己听 这个是道义之交了 不是强制 各守其分 却在自己 对于他人的坏 我们可能无法欠 但是对于自己 还无法改吗 那么这个就回归到我们自己了 别人不好 可能我们欠不了 他不接受 但是对于自己 还没有办法改吗 那这个是要求自己了 先自己干 再说别人 孔子说 互可求 于道无损 虽执边之事 无意为之 如不可求 互贵求不到 这个孔子说 互可求 那么对于这个道没有损害 虽然执边之事 这很小的职务 我也做 因为对于道没有损害 如不可求 互贵求不到 那就讲尽办法了 用尽手段了 例如 有人走后大门 那我们一般讲走后门 走后门 从前的屋子不许留后门 有人偷偷送上红包 比喻为后大门 所以世人为官 家里不许留后门 这个走后门 那是比喻啦 这个私下偷偷送红包 有人用钱去买官 所以世人为官 家里不许留后门 但是遇到像杨正的四支堂 走后门 也不灵 像杨正这样的不贪的人 你走后门 要去收买他 那也不行 行不通 又有人走内门 走这个太太 姨太太的门路 就某某关联 哎呀 跟他的太太关系很好 他的姨太太关系很好 去去去收买他们 巴结他们 例如走男子的路 泄流闭门不纳 断干木 疑言而逃 后来被人尊为老师 所以出来办事都要为公 民国初年开手的二次选举 若有人说某人是运动而重 那是奇此大路 无亲脸经历 那时候还有廉恥心 现今是公然如此 跟随洋人学 这是万法无常 那么这段话 学路老人也讲得很感慨 特别我们现在台湾这个选举 真的都是跟洋人学 在民国初年开始有两次的选举 如果被选上了 有人说某人他是运动 我们现在的选举就要搞运动 用尽办法去组织去拜托人 这个运动而选中的 那是奇此大路 那这个当时的人 还有这样的羞耻心 那现在呢没有了 现在公然运动 那跟随洋人学 这是万法无常 现在变到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 这个不但运动 公然互相攻击 下面这一句 从无所好 从无所好若以道相违背 什么也不干 孔子说 我有我的喜好 我喜好道德仁义 那么这个官位啊 得来如果以道为备 那他不干人 孔子说 那我有我的喜好 他的喜好是道德仁义 以道德仁义为主 不违背道德仁义 好 那么这一张书 我们就写写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 花喜充满 阿密陀佛 好